清晨六点半总统府前 诸位宪兵警察神情紧张 将黑色休旅车团团包围 只见这辆车将钢植花圃整个撞歪 车头都撞到凹陷 下花圃都有用铁链扣住 才没让这辆休旅车冲进总统府内 但肇事驾驶立即被警方带走 黑色休旅车挡风玻璃出现裂痕 车头反光镜撞掉 车内安全气囊两个都爆开 只是车上不但有木棍还有铁管 警方还查扣一把刀子 冲撞总统府动机疑似不单纯 但肇事驾驶声称 只是因为边开车边拿手机拍总统府 没注意要转弯才会撞上去 这边年轻弹的资圈 当时是边开车边拿出手机拍照 才会不慎撞上 所以我们看看 当时现场没有杀车痕迹 这个钢子花圃虽然毫法无杀 但是这上顿重的花圃被撞了 位移的15公分 可见当时的撞击力道相当的大 事发后陷阱立即将花圃归位 但仍然看得出来 花圃上头有轻微磨损 反光标志破掉 上顿重的花圃位移15公分 换个角度明显看得出来 整排都被撞歪 教室的灵性男子65年次云林人 是一间铁工厂老板 但车上被发现有不明短刀跟木棍 传出驾驶家中曾经遭到诈骗 被怀疑是不满 北上总统府抗议 这些杂物棍还有那只刀子的部分 是他的妈妈就是放在车上 并没有说所会被诈骗的这个问题 去年1月25日才发现张德镇开杀石车 冲进总统府事件 之后府方赶紧建置四道防线 包括第五杂 车辆拦阻系统 组车柱以及最外围的钢植花圃 这次再度发生冲撞事件 成功发挥拦阻作用 但教室男子不管是单纯皮疗驾驶 还是有其他动机 只是大年初开工一大早这么一撞 可让府方一度陷入紧张状态 记得陈嘉宾 周观彩 夜南周 台北报道